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 洋广记者王伟霆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坦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东 从政经情势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立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最想关心的青年话题ING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两岸ING 昆山科技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硕士生 刘廉青和毕业生林姿宇 在郑中仪老师指导下以翻书喜庆作品 参加一场在中国大陆举行的工业设计国际赛 从近4000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荣获综合组的赢奖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访问 刘廉青还有林姿宇两位 来分享说明翻书喜庆这件作品的特色 还有这次前往参赛的过程 还有一些收获 那么首先访问昆山科技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的硕士生 刘廉青你好 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廉青你好 廉青一开始可以先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翻书喜庆这个作品 翻书喜庆主要以台湾人爱过的节庆为定位 然后选拥出24个节庆 然后我们总共有分为万用周历系列卡片 然后还有手札 我们叫翻书喜庆 然后翻是翻月特色 书是书学经典 喜是喜分温暖 那还有一个是庆常享受 信就是代表上面三系列全部统整的一种收藏的礼盒的概念 那在翻的地方就是万用周记 然后周记就像是备忘录或变条纸 然后一年是365天 而我们的周记设计是364天 就是少了一天来代表节庆永远不绝 一直循环不会节止 然后再来是书学经典的部分的话就是手杂 收入了所有的节庆资讯 然后节庆插图以及留言小卡的设计 然后接着可以了解节庆的迷人之处和老祖先的智慧 还有快被我们遗忘的节庆特色 第三系列是喜分温暖 那我们系列卡片又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红韵古牙 那我们是用传统红色结合折纸特色的风套 增加互动趣味性的设计 然后也加入了节性的资讯 这款比较具有交易的意义 然后再来第二款是璀璨多彩 那它是传统结合现代的卡片 风套以那种镂空的设计 让节庆的插图会落影落线 色彩我们选用曼赛尔的二四色摄像环 那摄像环就是环环相扣 绕一个圈 如同节庆永续传承 循环美一点 在第三款的话 跟第二款的璀璨多彩的风套是一样的 但是在里面的内卡 我们换成荧光色 很意外的是它很受年轻人的喜爱 意想不到 听起来就是融合传统的中华文化的特色 但是也有现代感 年轻我想请问 你们团队就是你跟思雨 你们两个合作 当初这个竞赛工业设计 它有一个主题 说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发想 所以你们当初怎么发想 要朝这个方向来设计制作 你们的作品呢 其实这个作品应该是先出来 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比赛 我们才想说蛮适合的就去投稿 但是其实这是老师帮我们去投稿的 要很谢谢老师 就是他还认同我们的作品 觉得还有可能性 所以才有当我们投稿比赛 才有这次机会被大家看到 所以年轻我觉得就是说 人家常说啦 就是说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当初是没有因为说 因为要参加这个竞赛而做嘛 你们就是过去有这些作品 然后老师觉得很不错 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竞赛平台 让大家可以看到 对 好棒 年轻那这件作品呢 那你们当初是怎么样来发想跟设计的呢 最早就是要感谢昆山市船 就是它有一个上课就是创意发想 然后我们就是团队就开始创意发想 一开始就是我们比较共通话题 可能就是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便利 然后三星网路 随时都在我们的生活这边 然后但也因为这样的便利性增加 使人与人之间感情越来越疏离 然后就想到 我们早期其实都是面对面聊天 再来是整换成述性 再来变成电子邮件和现在的聊天APP 那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不仅仅是去 直接感受对方的情绪 语调自己动作的机会 也并把我们自己的情感 用短短几个字就带过了 那觉得长期下来 好像我们人与人之间感情怎么越来越薄弱 然后回应感情的方式也是键盘上几个字 就这样 那所以我们就希望能不能借有 传统的节庆 然后让大家慢慢离开 用键盘带去语言的习惯 去拉近彼此的距离 因为只有节庆 我们人就很容易自然而然的聚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觉得 节庆是最快的方式 没有错 我觉得你们年轻时代能够这样想 真是很难得 有时候我有机会跟像你们这样年纪的朋友在聊 他们就说 比如说行事例要买个手杂 他们就会说 现在有手机界面很方便 比如说即将进入12月了 叶旦节的气氛 往年有很多人都会记卡片 那现在是不是透过这个line 或什么样的这个群组 就很方便 但是觉得传统这些 其实比较有人的这个味道 这种互动也比较不一样 所以你们能够我这样的发想 我觉得透过节庆的提醒 我觉得很棒 像节庆来讲的话 我们有比较特别的三款 就是我们家的生日 毕业 还有一个是母难日 大家都在过生日 都没有想到 其实那天是妈妈的母难日 我觉得好好 我前阵子才错过 这个家中长辈的生日 就觉得很懊恼 我觉得有这样的提醒真好 年轻 那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你们在整个设计的过程中 没有遇到一些挑战呢 我觉得设计 全部的设计最难的地方 都是从零到有的这一步 那刚开始都是误打误撞 然后后来才找到 最适合的设计方式 来呈现我们作品 通常设计只要我们第一步跨出去 有大概的形状之后 就会都很好发挥 因为刚好我很幸运 我们真的是团队 所以我觉得最好克服方式 就是团队力量 还有指导老师 就是大家就是互相鼓舞前进 然后一起讨论 一直一直讨论 然后迸出新的想法 就是相互撞击 集思广益 像刚才提到的东西 比如说以镂空 这个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创意吗 还是 本来一开始是一个 想要保留传统的感觉 然后第二款 就想要传统加现代 然后我们就想说 那现代要怎么呈现呢 才会不失传统 又有现代 那我们发现现代卡片很多都会有 巨扎形切割 然后镂空 或是有一些比较层次感的设计 然后我们想说 那我们刚好都是圆形的插图 那我们每个插图 刚好外框我们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有24个外框 都是不同的意义 像父亲节 我们的外框就是领带 然后母亲节 我们是用奶瓶 就是每个都不一样 然后如果用镂空的话 就可以让那个外框落影弱线 那就更加层次感 你拉出来 你才能看到完整的插图 哇 这个设计 经过了很多巧思 跟很多创意加进去 刚刚莲青也谈到说 你们这个作品 是老师帮你们报名 这情形是怎么样子 我们整个昆山科技大学 是传续 总共有十组报名 那刚好老师 可能刚好看到这个比赛 想说对我们的作品 觉得还有可能性吧 因为我们老师 其实每次有比赛 都会丢给我们 希望我们多参与比赛 这样子 那这一次可能就 因缘机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帮我们 十组都报名的 老师是很重要的推手 不过当然也要好作品 所以这个整个比赛过程 就报名了 然后就入围 然后再进阶到绝选 有这么好的成绩 那比赛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到现场去 第一个我们就先去 展场布置作品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下飞机也差不多下午了 然后布置完也差不多晚上去吃饭 那是隔天 一大早我们就是集合 然后我们就抽签决定最终答辩的顺序 那只有五分钟能介绍自己的作品 五个不同的比赛大象都在不同的小会议室里面 只有三位评室跟少数工作人员 以及下一组简报人员可以在场 那其他选手都是在外等候的 各组是分开进行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点是真的跟台湾蛮不一样的 因为台湾通常都是所有的参赛选手 与评室都在台下聆听 可是我们就是分开一个小会议室这样进行 那最后大概整天下来都是在答辩 到了隔天颁奖典礼 我们才知道名次 那在这个会场有展示作品 这个情形是怎么样子呢 我觉得展示作品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因为你整个作品的观点性 你要怎么呈现 才能让其他人一看就可以一目了然 所以我们在这边花蛮多时间的 一下飞机我们就马上赶过去 然后用到晚上 我们等到布置完后来才听到 他们说评审委员会先来会场 看完作品才会去最终答辩的现场 然后我有看到所有的作品 但是就是分为五大项嘛 那在于我们的综合组里面 其实平面设计只有我们 其他大部分都是工业设计的作品 所以就是觉得有点凌污我们的领域有点远 工业设计还有这陈列布置 在你们所学的领域当中 应该都会有机会训练自己是不是 还是这次也是蛮难得的一种经验呢 应该是有碰撞自己的设计的思考的想法吧 因为我印象有一组最深刻的工业设计 然后它刚好是我上一组的简报的美国人 那它的作品是LED灯 然后它结合智能的设计 刚好也是这次的综合组的金讲 然后那个这次作品呢 就是它在市场上可以很有商业性 然后也有很多可能性跟创新性 那它就是简单的造型 以真方形原型为基础 那就可以自由组成 扩展成应用 然后智能方面 就是它结合摄像环 就是你只要轻心的旋转你的灯台 它就会自由变化 也是绕一圈 更让我惊艳就是它简报真的是很稳定 PPT只有少数几页 讲话也很自然 也没有讲很多 然后对自己的作品导达非常的有质性 然后它因为是外国人 所以有翻译 所以评审都会给它五分钟以上多几分钟 所以它五分钟不到 它就简报完了 然后这样子就拿了金讲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 谢谢连青跟我们分享 就说你看到同样在你们这一组的竞赛当中 有人用比较现代科技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工业设计 那刚才我有提到说 像这个陈列布置对你跟姿雨来说 过去有这样的经验吗 因为设计是一回事 可是呢要把我们的产品放在一个空间 让它的创意或说特色能够凸显出来 你们之前在台湾就先有几个想法了是不是 没有 其实因为我们不太知道 我们去那边我们的展示的大小 空间大小 会场会是怎么样 对 可能有看过上一届的影片 但是就是每个人的大小都不太一样 我们本来去的时候是比较小的 然后我们怎么排都觉得不太行 太小了 然后后来就是刚好有一个 那边的单位的工作人员刚好过来 有小反应说 有没有其他比较大一点的空间 因为我们真的有点排不下去 那他才帮我们换地方 就很感谢他们 是 所以这个比赛的过程中 除了自己作品的一些展现 也可以透过这个过程中像刚刚连青帮我们分享的其他一些菜作品 还有他在简报的一些部分 整个现场的环境一些临场反应等等的一些状况 我相信这一趟对连青带来讲 你应该有蛮多的一些收获跟感想吧 是 有一种见识面的感觉 那最简单最回归就是简报跟PVT嘛 台风有一点点进步 再来就是飞到当地的话 最大的收获就是他们的幕后工作人员的效率很高 不管是他们照片影片还是新闻高 他们都快速的统整剪辑出文 所有都是及时性的速度 很讲究及时性 然后也见识到就是对岸对于一场比赛重视 然后还有他们场地灯光舞台的专业性 很多都很值得我们去学习这样 所以要谢谢老师帮你们报名 因为也有好作品 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那么这次我们昆山科技大学 是传系的苏诗生刘连青 还有今年毕业的林子宇 以帆书喜亲家的作品参加 中国大陆所举行的一场工业设计国际赛 荣获了综合组的赢奖 非常谢谢连青也恭喜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连青 是阳光像台湾之光传透世界之窗 是阳光像声音脂肪环绕地球飞翔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阳光记者 王伟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坦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而台湾有百分之一 从政经情事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 新闻部 王力杰 谈起前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 穿透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安居 翻书喜庆作品 这次在2019福建海峡杯 尽将工业设计国际赛 涌奪了综合组的赢奖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要访问林子宇小姐 为我们介绍这次前往福建比赛的情形 非常欢迎子宇你好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子宇您好 请您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你们介绍的这个作品 翻书喜庆 作品主要内容还有主要特色何在呢 我们主要是取样出台湾常过的 24种节庆 可以创作的作品 然后分为手杂卡片 跟周立的部分 然后我们是以互动式的手杂 就是打开手杂的时候 可以给你那种节庆的惊喜感 然后会有那种留言的小卡 提醒对方去祝福过节的一些 微信小设计 然后卡片的话 我们总共分成三种不一样的卡片 想到节庆的话 我们会先想到红色 然后我们其中有一款就是 红色卡片 然后它是有姿势性的 可以去呈现出那个 清一亮丽的色彩 营造出那种传统优雅的氛围 然后第二种卡片 它是以麦塞244相环的颜色下去制作 然后是希望有环环相扣 轮回每一年 它的风筹是一种空的方式 是能看到插图 但是却没办法看到 那个完整的插图部分 然后是让卡片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是增加它的层次 然后第三种 一样的方式 就是里面的纸变成说 是使用荧光纸 那种颜色 就是可以卡片有那种 亮丽散用的感觉 增加它行星度 希望可以符合年轻人 其爱的颜色 在周历的部分 我们是以364天做设计 然后就是 虽然说它少了一天 但是借此寓意说 其实节庆会是 源源不绝 就是一直循环下去 不会有中止的那一天 非常谢谢子瑜 跟我们做分享 介绍这次你们参赛的作品 翻书喜庆 那么我听起来就是 融合中华文化的元素 那你们是分三大部分 就有手杂 周记 还有卡片 这个就是手作的吗 还是有结合一些科技的方式 来把你们刚刚提到的 像镂空 还有这样的设计 或颜色的发想 是怎么样完成的呢 我们是先插图 手绘插图 然后再转到电脑 插图的部分 我们是这样子制作 然后再用电脑 去描绘那个框线的部分 至于那这次呢 你们前往中国大陆的福建 近江比赛 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次比赛的情形是怎么样 我们是一搭飞机过去的时候 我们是先将行李放到 他们的酒店里面 然后我们再去会场 布置展示的作品 然后隔天 也和所有参赛者 去说明这个比赛机制 然后并抽签 决定顺序 然后他大概答辩的时间是五分钟 然后要将自己的作品 在这时间介绍给评委 然后提报完的时候呢 会有评委去提问 但是在会场只会有 就是该组答辩人员 工作人员 还有评委们 以及下一位参赛者 所以可能就是没办法 所有人都听得到 那个人的答辩过程 那你们的布展 你们到那边的话 我听年轻说啊 你们到现场的时候 才开始去摆设 什么样的方式 这样能够展现 突出你们的作品 那这个过程 是不是也跟我们谈到 其实对你们来说呢 也是一个灵机应变的机会 对 因为其实我们到会场 才知道说 原来他们是 以一个台子下去做布置 这是平台式的方式 然后我们就想说 要如何在那个平台上面 展示出所有的作品 让评审或者是参观的民众 可以一眼就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 至于你们过去之后 整个包括展示啊 还有比赛 评审老师有做一些询问 那你觉得整个过程中 你们团队遇到最大的挑战 是什么呢 我们最大的挑战是 要在这五分钟内 要完成简报 因为这一次 简报是由联心去做提报的 我是在旁边一直听他从 因为我们原本 简报是从 就是我们怎么 从舞蹈有发响 到整个完成的过程 是全部都有在这一次提报中 去做出提报的动作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在五分钟内 是没办法完成的 我是看着他慢慢去缩减 就是将提报的时间慢慢缩减成 大概在五分钟之内 去让评委了解说 我们一个创作完整的过程 这样 那你个人 你自己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这是年轻的 刚刚你提到的是年轻的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的话 可能是因为 现在我自己是有在工作 然后可能就是要 抽时间去做那些PPT或者什么 就是我们一起去完成这个PPT 然后去完成 可能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的提供 或者是一些作品摆设的去想吧 就是我觉得是团队的那种 它比较像是团队去挑战去克服 哇 芝宇现在已经毕业了 所以这次去参赛的话 还要抽出时间跟整个团队一起讨论 然后怎么样去参加比赛 还有在比赛的过程中 也会遇到一些状况 如果去加以克服 那芝宇你刚刚也谈到说 这次你们有在现场做一个展示 包括展示的过程 或是比赛过程呢 也有一些其他参赛队伍作品 那在这些作品中 有没有哪些作品让你印象很深刻呢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这一次就是 从今今晚选出的一个 大赛的特别奖 它是做手机外设的机器人 然后它的设计是 一台互动师的手机 然后它会有那种 喜怒哀乐的表情 会跟你做互动 你在打电话给别人的时候 它也会去配合你 可能你转个角度 它也会跟着你一起转角度 就是让你有跟对方也互动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比较有趣的部分 那结合现代科技嘛 我记得我曾经到科博馆去 去那边借我一个机器 然后你走过去 然后就投射出你的影像 现在是手机式的 又更先进 我觉得可能这AI的部分的结合 应该是未来的趋势 只不过你们也用这个手作 还有发想用这种 包括先描绘出来 再利用这个电脑方面的 这方面的技术的两相结合 那么完成了翻书洗净 这样一个作品 所以刚刚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 哇看到这个金奖的特别奖 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我想对你念设计的话 或视觉传达的话呢 我觉得是一个创意的撞击 或说给你们新的一些思维的一个方向 所以在这次就是这个作品 还有其他作品吗 也让你觉得也蛮不错的创意发想 我们请一个外国人 他的作品 就是听他好像一个等句 就是我们有听到他答辩的那个 他其实就短短的几句话 就介绍完他所有他的那个作品 对啊 他感觉就是很从容 他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用简短的方式 就不用太多的时间 也可以很简单扼要的 把自己突出的产品的特色呢 可以来描述出来 这也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对 至于这次比赛 对你来讲的话 应该有很多的一些收获 尤其是您现在已经在工作了 还跟团队一起讨论 去参加这次比赛 到中国大陆去比赛 那我想可以跟Temo分享一下 其实从刚开始到展场的时候 就看到其实作品真的蛮多元 大家都很有创意 然后再来是比赛过程 还有就是活动剪影的上传 其实也让我看到说 主办单位的效率 以及对于比赛的投入和专业感 其实是让我觉得好惊艳啊 因为真的很难得看到这么盛大的比赛 然后在展场看到的作品 也是各式各样的 其实会让我觉得说 我们的想法可能有时候都会局限在 小部分应该多看 多听 去扩展自己的事业 非常好 我们不管在任何领域 应该或多或少 只要敢踏出去的话 也会有这样的体验 像你之前在学校应该也有机会参加一些竞赛 那这次去前往中国大陆 来参加这个工业设计国际赛 看到的是海内外各个呢 对于这样的设计竞赛 有兴趣的一些团队呢 都组团前往来参赛 那么你跟年轻呢 很优秀 你们的作品因为被老师看到了 那么是郑忠义老师 所以呢就把你们做好的作品呢 帮你们报名参加 这场在中国大陆所举行的工业设计国际赛 是从将近四千件作品当中 你们脱颖而出融合 综合组的赢奖 非常的不简单 那么特别是在整个参赛的过程当中 像刚才自语就跟我们分享 有很多让您大开演技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比赛呢 也许可以把它当成考试 但是也可以当成是个人难得的一种历练 相信了收获更多 非常谢谢姿余 您今天的分享 也恭喜你们团队 在这次比赛当中 获得这么优异的成绩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姿余